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古奇来点名 那今天整个大盘开梯走高 上下的弧度300点 开盘跌216点收盘涨89 震荡300点 外资买3亿 外资在上礼拜五 卖400亿 今天买3亿 那你跟着去开低的话 或者在这里换空的话 是产赔300点 那我一直上礼拜跟大家谈什么 每一次跌你都要记住 台股的基本面相当相当的好 平均本益比不到15 现金职利率6% 这很重要啊 现金职利率平均6% 马上就要除息啦 那为什么法人外资不再卖 业绩本面很好嘛 这不是我讲的 我说拿数据来说话嘛 那跌的时候怎么样 不要怕跌啊 足底股低买嘛 跌才好对不对 你要克服你自己的心理障碍嘛 现在开低跌200多点啊 就拉上来了 那是站上记线 那目前记线在哪里 在这一个位置嘛 我常常跟大家谈 这里操作你要注意什么 注意筹码 筹码在谁手上嘛 我标题写什么 每一次赚钱的机会 一定是多空分歧嘛 那往上大盘 涨三个月 那你就找这三个月 没有涨的 甚至半年没有涨的 足底的股票 同时是成长的股票 你逢低买 你就有机会赚钱嘛 每一次都这样啊 那每一次一定是多空分歧嘛 我尊重每一个人 每一个投资人的看法 但是你要站在对的一方嘛 至少在这里 在这里 在这里 我全部都是一路对啊 我不会一直在转弯啊 我们看一下农券 农资 看一看赏户 在这一个地方 农券创新高嘛 农资新低 这代表什么 代表投资人不敢买嘛 散户不敢买 农券一路换空嘛 结果呢 刚上去啦 谁在买 法人跟大咖在买嘛 这里赚到了 对不对 在这里买什么 买森达科啊 从70 涨到200多啊 在这一个位置 然后再来呢 这一个地方也是一样嘛 拉回 农资在这里 农券回补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讲 每一次整理 它一定是多空分歧 当农券回补的时候 代表什么 代表方向一样嘛 当农券回补的时候 代表怎么样 不看空了嘛 那两个方向一样 大盘就会拉回啊 多空分歧 才有赚钱的机会嘛 那这个地方 看空的人多对不对 农资不敢买嘛 那这两回补代表怎么样 农券翻多了嘛 那农券还在这里啊 所以当两个方向一样 大盘就会拉回嘛 那同样这里又往上走了 对不对 那我说最近为什么会拉回 因为农券 又翻多了嘛 它回补啊 农券在这里空 在这里补 怎么会赚钱 那现在呢 农券在低档嘛 很多老师也看空啊 农资也在低档嘛 光望嘛 那目前来讲呢 这个地方在低档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要过年了嘛 光望人多对不对 但是不管春节前跟后 基本面会说话嘛 我简单的跟大家谈一下 像今天 今天马上出现的一些报告 给大家看一下 这户彩 美股获利上抗五元啊 法人上修 那在一月份 大盘跌的时候 它是不是逆势往上走 那今天呢 给它高档整理嘛 这不 这是一个底部区 大盘连续长三四个月 我就是逐底半年 一年 然后在这里最后洗盘 上去了嘛 那投信 法人买这么多 将师傅做教 那就是多档嘛 包括齐宏 齐宏连五红啊 所以今天拉回嘛 拉回很正常啊 你算起五红啊 那不要追价嘛 但拉回拉回你要找机会啊 支撑在哪个地方 趁大盘在整理震荡的时候 趁多空分歧的时候 探钱的机会 一定是 多空不一样嘛 有人买有人卖 都尊重啊 那差点赚钱的机会来了嘛 那我只讲说 买足底股 甚至足底半年一年的 大盘之前涨我都没起到 然后今年是成长的 低迈 能不能赚波段 我常讲一个简单的事情 很多事情投资人 把它看复杂了 就简单做嘛 年限向上对不对 那简单的事情重复去做嘛 那重复的事情 你用心去做嘛 像现阶段 有什么股票 你要用心的去找啊 你要用心的去找这一类的 法人喜欢的 今年成长的 你才有机会嘛 比如说之前跟大家谈的 说这一股票 一样嘛 重挫足底啊 这种是最漂亮的嘛 半年以上的足底啊 他事上去 他今天也涨啊 那类似这样的股票 那类似这样户彩 像齐宏 这样的股票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嘛 今天一档 也是整理嘛 今天惠特也是整理啊 那大盘在今天涨89点嘛 那你开盘去换工油赚钱吗 那你重做的时候 你第一买足底股 你就有机会 做这样赚波段嘛 我们休息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重红包大放送 让您虎年财运滚滚来 初下再见 022752586827525868 586827525868 初下再见 02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那现阶段来讲 大盘在上礼拜五 跌了318点 今天开低 往上涨了89点 那大盘在季线这附近 进行一个整理 那我一直谈 你要找足底的股票 那除了像我之前 这一个月一直跟大家谈的 miniLED 地轨卫星以外 那今天还有一些股票 它是值得你去注意的 譬如说 像今天康普开低 拉尾盘 美其码也是开低 拉尾盘 那这两个有什么特色 第一个电动车电池 在今年是抗好的一个产业 那第二个在这个地方 都是一样 横盘大概一两个礼拜 那这个你要去注意 这叫短线的一个底部区 对不对 那你在这个地方低买 那操作它就很简单 这里跌破你就停损嘛 那这两个同样一个族群 都是拉尾盘 那这几天的走势 就相当关键 那我不是说往上拉 你要去追价 不是 我说这一些成长的族群 你要找机会 逢低去买 像今天圣达克也涨嘛 不是叫你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之前上礼拜跟大家谈 我们长龙卖掉以后 往下跌 那你如果在110、120附近 就不要再卖了 上礼拜我打贡 那今天今天开盘来到110 那如果你这里沙滴的话 就很可惜了 它是往上走 那这些为什么会跌不下去 那最大的原因是基本面嘛 因为它去年赚45块啊 阳明也是啊 开地往上走 对对 万海也是嘛 那这些往上卖 我都没有意见 但是你不要往下去杀低嘛 包括什么 包括今天 刚刚出炉的消息 像中钢 这标题啊 我们稍微拉近 中钢去年获利年增 30倍啊 30倍 5.35 那今天中钢呢 今天中钢是跌的哦 我只是提醒大家很多好的股票 你不要去乱卖 今天中钢是跌的嘛 说33.45对不对 那去年赚5.35 年增30倍嘛 那这样本益比多少 可以去算嘛 大概只有6 那以中钢的配息 配息率大概有一半嘛 赚5元贵 应该算不配2元半嘛 那因为它是官股 那配息多 政府收入也多嘛 那所以基本上呢 不会太低 那接下来呢 我们谈到那EPS 谈到那收盘价 谈到本益比对不对 本益比大概只有6嘛 增加30倍 那接下来就怎么样 我一直跟大家谈 基本面会说话对不对 那接下来呢 找足底的股票嘛 那足底的股票呢 中钢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底部区 它会不会破底 会不会破底 获利增加30倍嘛 否则认为不会破底嘛 那不会破底的话呢 你在这里去追追什么 那这里呢 逢低 我想不会赔钱嘛 成长30倍啊 那同样的问题 长龙也是一样嘛 这里233 这地方110120 你在这里追什么 那这里110 会不会破底 我认为不会嘛 因为它今年赚45块嘛 那这种股票呢 不是叫你往上追 而是你不要去杀低 那或者你可以逢低去买 这个就是基本面嘛 就是我一直跟大家谈的 操作上你要去注意 不要看它每次跌 那每次Omicron跌的话呢 因为病毒跌 台湾都捡到枪啊 过去一年 过去两年 都是这样子嘛 那你看看外资 外资今天没有在卖了 今天买 但是很多股票不是去追 你要找股票呢 宏低去买 大盘整理一定是多空分歧 但你要站在对的一方 标股在涨之前 它一定会洗盘 那洗盘的时候呢 你要宏低去买 你才有机会做教嘛 不要每一次往上涨了 又去追价 那剩两天呢 叫春节啦 希望大家都过个好年 那这里呢 不该卖了 不要卖 可以宏低买的 你要勇敢的 进场去买 我们休息一下 请不吏 祝您苦年行大运 特别推出 三重红包大放送 三重红包大放送 让您苦年财运滚滚来 处下转线 022-2752-5868-2752-5868 法人顾问 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短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 法人顾问 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 富丽之路 知识专线 02-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上礼拜花很多时间 跟大家谈 上市贵公司 每一次跌的时候 我都要提醒你 台股的基本面 相当相当的好 那马上要除息啦 GDP又成长 不要怕跌嘛 那外资今天为什么没有卖了 为什么转买 你要去想原因嘛 那当然不是说 这个流位马上走 它应该还是震荡嘛 在基线附近 那震荡的时候呢 很多好的股票 它就是一个最佳洗盘的机会啊 大家记得在10月份的时候 10月在哪里 在这里啊 当一大堆人放空赔钱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最佳洗盘嘛 10月洗衣啦 这多少这70通宝嘛 这多少这70通宝嘛 圣达科对不对 10月12日啊 也是70几宝80宝 都很有机会啊 那接下来呢 那接下来呢 10月底90几宝嘛 那接下来到1月份呢 200多块啊 这10月初嘛 当初健康也是一样啊 是几块 去到30几宝嘛 每档股票都是这样子啊 不要怕跌嘛 足底股低买对不对 那同时呢 有一些好的股票 不要乱卖 又杀低 又杀在最低点 譬如说金鸿今天往上走啦 你要注意今天涨的股票 创围 这些为什么会涨 为什么会涨 我给大家看 金鸿这个地方三尊头 不要去追对不对 反弹这个缺口要卖 那不卖下来了 到这里又支撑了嘛 现在在这买 有个大队嘛 你在这六 你又加到嘛 那多空你要搞清楚 它是基优股啊 那基优股操作是怎么样 不要追 红低可以买嘛 你今天买 深度加到 那郁靖光今天也上去了啊 你要去了解支撑跟压力的位置 你像新唐 它在这里低档整理嘛 那郁靖光呢 你这里去追卡道对不对 但是拉回这景线在这里附近支撑嘛 股票都是这样子啊 那每一档股票呢 轮流操作嘛 不要怕跌 那台子呢 刚刚上一段忘了讲 台子目前今天开低走高对不对 明天大概还是盘整嘛 因为这里还是有缺口啊 还是盘整嘛 那个股也是一样啊 那如果盘整好的股票呢 你就不要去杀在最低点嘛 那好的股票相对的 你要红低去买 那外资为什么今天没有卖了 我讲了很多啊 因为外资从12月21号到这个地方 它平均成本就在18000嘛 这里买了1000多亿 那现在来到季县附近 这里就是它卡成本的地方嘛 在操作上你要去了解法人的成本 那哪些股票是成长的 先知值利益高的 净值高的逢低买 像刚刚讲的长龙啊 你杀在这里就杀低了嘛 这都往上走啊 那中刚刚公布的 去年大概赚出来大概5.35嘛 它今天是跌的啊 那相对的 这里是怎么样 底部区嘛 跟长龙一样啊 那你把每次呢 口口撩 然后一下来恐慌 一脉又是110 当然往上你调节我没有意见 但是不要去杀低嘛 货财为什么涨 因为成长嘛 然后我一直跟大家谈到呢 mini rate的 对不对 每一次赚成的机会 一定是多空分期 包括Oh my God 包括森达科 从七十几块 涨到两百多 都是因为多空分期 你才有机会 买到低点嘛 那就是不要追价 那你像我没看 你在这买 在这买嘛 虽然不是卖在最高点 可是出掉以后 它跌到这个地方嘛 那一档一档去操作啊 那像户彩 足底累不累 法人再买嘛 那像这些族群怎么样 不是追嘛 而是逢低买啊 逢低买就有机会做教嘛 是不是这样一支一支起来 那你会买到人家降低嘛 那趁跌的时候 用心 用心去找 有哪一些股票呢 它是值得你去布局的 那一档一档操作 趁大盘在震荡整理的时候 不管过年前过年后 好的股票呢 它基本面是不会改变的 那你要红低去布局嘛 那另外再次提醒大家呢 明年GDP 4%起跳嘛 那每一次震荡呢 都是赚钱的机会 对不对 像这一档股票也是上去啦 那之前是不是在这里足底 它是不是上去 那一档一档做 这个也是足底的股票嘛 包括电池也是嘛 把握机会 趁大盘震荡的时候呢 好好的布局 趁优惠 我们这个优惠呢 三月起算 谢谢大家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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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立刘优独立则 人生動不動都在競爭 打敗懶得動 動不動就愛水蠻牛 法人顧問吳老師 專攻法人操盤習性 擁有三十年股市實戰經驗 兼具短線與頗短操作 所有法人顧問之稱 茫茫古海 讓專業誠信的法人顧問吳老師 帶您早日邁向富裕之路 政府專線02-2752 5868 2752 5868 你以為是糖果 咖啡或奶茶 可以提神 其實這些都是毒品 新興毒品以可愛包裝 混入多重毒品 讓你降低戒心 小心這些 會嗨 會嗨 好奇儀式 青春儀式 防毒反毒 不碰毒 稍後